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設計師建志 常常遇到很多要做舊屋翻新的客戶 來詢問說舊屋翻新的預算要怎麼掌握 我在這邊簡單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做預算的規劃 在舊屋翻新裡面 我們會把預算分成三個大項目 第一個大項目是屬於基礎工程 這個基礎工程是最核心 最基本的一個施工 它的施工項目主要有 拆除 泥座 水墊 還有鋁窗的更新 還有室內防水 地板的磁磚 廁所的磁磚 還有衛浴設備 前面的這些基礎工程項目 我們常常跟客戶說 你做完的時候 就好像你的舊房子 回到過去新房子的狀態 就像一般你買新層屋 建商交屋給你的時候 它會有地磚 會有大門 然後鋁窗也是新的 然後廁所 磁磚也是新的 然後你會有衛浴設備 但這個時候你缺乏了一些 譬如說木座的裝潢 還有你缺乏一些系統櫃 缺乏特殊的油漆 甚至你也沒有做造型牆 那在第一個大項目 基礎工程做完之後 我們就要進入到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屬於裝潢工程 那裝潢工程裡面要處理的就是 木工 油漆 系統櫃 然後可能要鋪木地板 還有造型牆 鐵件 玻璃 以及這些你所謂看得到的 這些裝潢的這些項目 那這些項目就是你整體的 風格營造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這個部分也是設計師 要為您打造一個居家環境 屬於你特殊的風格的一個部分 那以上的這個裝潢工程 這一段的預算 會取決於你所有整體的花費的大小 假設你預算比較多的時候 你可能在第二個裝潢工程 能夠發揮的部分會比較多一點 那第三個部分的預算也很重要 第三個部分是屬於軟裝工程 這個軟裝工程有哪些呢 就是我們最核心的就是 家具 窗簾 跟壁紙 那也許你家裡很怕濕氣 你不喜歡裝壁紙 可是你總是要有一些飾品 還有一些家具去做點綴 那通常我們在第三個部分 軟裝工程的預算 然後客戶常會忽略它的存在 也就是說你今天整體家裡 要舊屋翻新的時候 你可能要考量到說 你家具要花多少錢 然後你的送納櫃 就所謂造型的部分要花多少錢 還有基礎工程你要花多少錢 這三個部分你都要 呈現一個比例出來 那通常我們會建議客戶呢 在基礎工程你至少 佔百分之五十的預算 那再下來呢 百分之三十五的預算 來做這個裝潢的工程 現在百分之十五的部分 你就是屬於家具跟軟裝的部分 那以上呢 就是簡單跟大家分享 你在裝修的時候 就不翻新你所應該抓的預算的 一個分配的一個情況 想欣賞更多周建志設計師的作品 請上幸福空間網站搜尋 將它吃開的一會兒 在影片中間 呢 致死了